无人机市场大喷发 英国最新的报告显示 2016年全球商用无人机的市场销售 将比去年大幅成长超过八成 大陆的业者最积极 推出了号称是全球最小的无人飞机 还可以放在口袋里 在上海世界移动大会上亮相 非常吸睛 不只好玩 这颗球可不是普通的球 它会思考是一颗高科技智能球 踢的还可以 一脚踢出去的时候 球里面的感测器跟晶片 已经开始计算跟分析 球飞出去的角度力道和速度 踢出去之后 它可以实时显示一些数据 比如说速度 还有它的旋转角度 还有它的运动轨迹 所以说在这个对眷阅运动员来说 它这个训练方面是很有帮助的 智能科技在2016年 积极往休闲消费端迈进 向各国抢劲的无人机市场 现在越来越清零 以前无人机开始出来的时候 很大一个 不过现在朝消费娱乐端来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无人机 非常的轻薄短小 全球最轻是有199公克 它收起来之后 甚至比一个手机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把机翼收起来 长度不到14公分 还可以放在口袋里头 甚至跟iPhone手机差不多大小 自动拉高拉远 然后会有一个拍摄一个视频 小视频供咱们分享 大陆业者积极抢劲 全球无人机的商用市场 它在北美能占到差不多 百分之七八十 甚至更高的市场份额 从早期的专业航拍使用 到现在极力开发自拍和直播功能 也许在不久的未来 无人机的普及程度 就会像现在的手机一样 而同样朝普及化迈进的 还有虚拟现实VR的运用 从大家熟知的影视娱乐 到具有教育功能的VR内容 我们从地球开始出发 去到太空进行旅行的一个场景 可以通过双手去把云捧起来玩 对 漂亮 就是感觉更真实一些 现在业者更进一步 和时下最夯的直播来做结合 3D再加上全景 目前为止世界上业界 也有很多人在研发类似的算法 3D再加上360度全景 肯定是未来一个趋势 带上配有手机的VR装置 观众可以看到地球遥远的另一端 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 而且犹如置身其中 感觉怎么样 就是感觉效果不是太好 哪方面不好 一方面是清晰度不太好 另外一方面是 严实比较大 总的来说还可以吧 在2016上海世界移动大会上 我们不难发现高科技业者 竭尽所能 开发科技和人之间的互动 小孩子在这上面 已经画好了一个画之后 通过我们的APP 可以进行一个扫描 运用层面 从大人到小孩都有 可以稍微进行放大 缩小 但一个处理 最后它这一页就是相对应的 其中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个小内容 结合实境和虚拟 业界称之为AR技术 则是被运用在幼儿的绘本故事书上 新科技运用铺天盖地而来 对终端消费者来说 有些可能还太新 并不熟悉 但毋庸置疑 很快的这些新科技 都将改变迷惑的生活 TVBS新闻 余星焊 林婉婷 上海采访报道